选战剩下85天 而英伦大战今天的过招新竹 公平党幕僚评估呢 两个人差距或许只有50万票 不过朱立伦就怕换住后呢 其实基层还有怨气 他今天呢是挺进了深蓝票仓 而且一开口就道歉 又是飞起又是呐喊 朱立伦参加陆军官校抗战胜利活动 在场的可都是铁杆蓝 一开口朱立伦先道歉 很诚恳地跟所有的长辈 所有的黄埔弟兄们抱歉 谢谢红秀柱副院长 以及所有支持红秀柱的好朋友 吉利安抚因为换住 许多深蓝派还在气头上 不过活动现场已经看得见 黄复兴等党部高举支持标语 党内跟传来好消息 朱立伦上阵后稍稍止血 乐观评估和蔡英文的票数 拉到只差50万票 上个礼拜的林权会之后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支持者 对于这个过程当中 或许还有一些不满或怨气 等这些我们自己的支持者 能够支持我们之后 我们相信这个民调会更好 但输一票也是输 朱立伦不敢大意 除了下午不约儿童和蔡英文 都挑在新竹拼场 连前一天蔡英文和北市里长座坛 被形容拔篮庄 朱立伦也反击 自己跟绿营里长很麻吉 像我做市长的经验 不管过去桃园或者是新北市 我们新北市1032个里长领议会 几乎我们里面也有 大概一两百位是民进党籍的 几乎每一次都跟我一起 选战倒数85天 朱立伦赶进度 每天公开行程都是五个起跳 和蔡英文之间 两人应伦大战 逐渐白热化 UDN TV 柯市庄 武城汉朱祺宇 黄韻晨 台北报导